以色列军队加大地面作战攻势 坦克车在沙漠中前行 要摧毁哈马斯位在加萨走廊南部的重要据点 甘尤尼斯 连日空袭炮轰下多处建筑残破不堪 以军表示这是哈马斯10月7号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以军称哈马斯首领辛瓦藏匿在地下 目前已经全面包围他的地下房屋 纽约时报报导 哈马斯10月7号大规模突袭以色列 其中一枚火箭弹穿过铁胸 击中了一处军事基地 这处基地部署 许多以色列可携带核弹头的飞弹 微星图片比对 前后清楚看见基地旁的树林被焚毁 以哈停火7天期间有105名人质获释 当时他们各个面带微笑 还向哈马斯武装分子挥手 家属和以色列医师觉得非常不寻常 指控哈马斯为了制造假象 在交还人质之前 让他们服用镇镜剂 纳坦雅胡高级顾问 接受CNN主播转访 谈到以色列狂轰加萨南部 主播怒呛新闻制作人 有9名家人在战事中死亡 到底哪来的安全 纳坦雅胡高级顾问坚持有提供地图 帮助加萨居民撤离 主播无奈叹气名嘴 战事还看不到镜头 记得综合报道